俄羅斯官方控制的第一頻道 14號有製作人勇闖攝影棚抗議俄國出兵 他開第一槍之後 多個惡媒都出現辭職潮 跟他同台的歐洲特派 今日俄羅斯的總編輯跟多名記者 以及俄羅斯通訊社都有人丟辭成 很多都是工作十幾二十年的老將 但再也受不了繼續當普丁的大外宣 還有一群逃到國外的俄國記者 柯南德在藏身處盡責的播報 透過VPN加密通訊或是電玩聊天室 跟俄國的消息來源聯絡 但他們正面臨淡盡良覺的窘境 因為營運經費多半是來自俄國的訂閱費 在經濟制裁之下 用戶紛紛取消 公司資產沒有辦法匯到國外 還有許多人一聽到是俄國來的 就是他們是普丁的同路人 讓募款跟採訪工作更加的困難 這些新聞工作者為了傳遞真實的訊息 真的是很偉大 想看更多記得按讚加分享